另外這次曝光看到的是 當時在二戰之後 納粹竟然說在北極圈的地底下 建造這個基地 這一次就因此 被軍事專家給發現了 納粹在二戰的時候 他在到處蓋很多的一些 就是他們的一些所謂的神秘基地 包括特務用 或是他們的一些秘密的組織 在做他們一些秘密工作 最近居然還被發現 在哪裡 在北極圈 在俄羅斯的北極圈那邊 他們居然找到了 當時他們傳說中 北極裡面的納粹的秘密基地 裡面有放什麼 裡面結果他們一出口之後發現 很多文件上面都還有 納粹萬字型的符號 當然包括一些 他們一些可能當時 保留下來的一些科學研究 一些資料 包括一些武器 可能一些砲彈的殘骸 可是這個算是 終於讓他們找到了 這個所謂的納粹北極基地 因為我曾經去過 俄羅斯的北邊莫曼斯克那港口 在那邊當年就說 這個地方因為是 算是北極海的交通藥造 它是北極海唯一不動港 所以他說 所以說其實納粹當時 他們就想要在附近 要監控地下 海裡面的一些潛艦的一些運行 或是船水運行 所以他們在這邊 有做很多的祕密活動 這次終於找到了很多 在就是北極公園那邊的一些 他們納粹的存留下來文物 而且這個文物保存得非常完成 因為這個北極地區 它是非常乾燥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域他們看了 差不多是只有使用兩年而已 差不多1943年到44年之間 在這邊有使用過 做一些氣象偵測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他們納粹 德軍的潛艇的加油戰 所以他們終於出土之後 非常非常興奮 代表說確實傳聞是真的 納粹真的曾經在俄羅斯的北極地區 從事他們的祕密活動 但是其實在這種北極海地區 有非常多讓人家不為人知的事情 像最近也發生了就是 在格陵蘭跟加拿大東岸之間 這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努納伍特地區 冰天雪地 這個地方幾乎是冰天雪地 它幾乎是長年都是白色世界 可是最近真的很奇怪是連 不是要說用專業儀器測 連一般老百姓 你稍微貼近一點地面或是船底 船底下聽 都會聽到海裡面 有那種咚咚咚那種怪聲音出來 怪物來了 對 這種怪聲音 而且耳朵都聽得到 那非常非常恐怖為什麼 表示很大聲 很大聲 那裡面的一些海裡生物 包括鯨魚 海豹這些 他們傳統賴以為生的這些獵物 這邊印有特人 蕭金蝦吧 對 印有特人他們就打海豹 打鯨魚 他們要過日子 結果沒有獵物 打不到 跑光了 裡面所有的生物嚇跑了 於是他們想說 到底這東西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怪聲音出來 而且 居然對 還把很多生物都跑光光 結果當地的印有特人 現在沒有東西打 他們說到底為什麼 也有可能說是不是 會不會是你當地附近那邊的 礦業公司 要挖石油 挖礦產 挖礦產要先偵測 海底礦產要靠生納 靠生納先去打 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礦產 有的話他們才去開四磚 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結果礦業公司否認說沒有 我們沒有在那邊做任何的 生納測試 也問了律政和平組織說 會不會是你和平組織 故意打擾我們 就是讓我們不能打獵 所以在海裡面放這種 就是生納機把獵物趕走 讓我們不能夠去捕獵海豹 不能夠去捕獵鯨魚 結果和平 律政和平組織也發聲明 非常正式的說 我們對於所有原住民族的 生活方式都非常尊敬 我們不做這個事情 因為做這個行為 潑海裡面生炭 又說那會不會是美國 領有海底的潛艦 在那邊做秘密的進出 海底潛艦出任務 結果他當然 大家就是整個軍方說沒有 裡面沒有任何的軍方的設施 所以這個問題到底哪裡來 最後讓我們想到說 其實在這種北極海地區 或者是在海洋裡面 有非常多的怪聲音 尤其非常有名的案例 其實在冷戰時期 差不多在1997年左右的時候 美國他們在整個海裡面 其實佈滿了非常多所謂的水晶器 這個水晶器是幹什麼 冷戰時期的水晶器 它把很多的陣列 大概每隔5000公尺 5000公里 就會放很多這種水晶陣列 讓它去偵測海裡面 包括海底火山爆發的聲音 包括什麼 包括蘇聯的潛水艇 有沒有水中爆破的聲音 這樣子這些聲音就是 經過長期的監測 結果1997年的時候 他們居然監測到海裡面的那種怪聲 而且監測到怪聲這個陣列 兩個陣列相差幾千公里 還監測到一模一樣的聲音 意思就是根本不是人為的問題 因緣出來之後 相隔兩個陣列 兩個陣列差不多5000公里 結果兩個陣列 幾千公里外的陣列 接收到一模一樣的海底怪聲 是什麼 這海底怪聲大家會研究 第一個什麼聲音可以那麼大 這個聲音兩個陣列距離幾千公里 都可以聽到一模一樣 聲音聲譜線紋一模一樣 比方什麼 同個陰原地 同個聲音發生出來的 在北極圈裡面 那聲音多大 在南太平洋 這聲音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這聲音到底怎麼來 這聲音如果說把它換作是生物的話 海底火山在變動 海底火山變動的聲音不是那種聲音 而且海底火山聲音那種更大聲 可是這聲音不像海底火山 而且這聲音是慢慢的 一開始是低頻 之後突然一下之後會拉高 之後又想去 這不是爆炸的聲音 生物嗎 什麼生物會這麼大 因為目前人類所知的生物藍金 33公里長180噸 可是藍金的聲音 都沒有辦法到達那麼大 如果它的生物 那會是多大生物 有答案嗎 對 最後他們終於解密成功 他們解密成功是因為 因為他們偵測到了 冰山在移動跟斷裂的聲音 就在海裡面那樣傳播 居然可以大到 幾千公里外都踩得到 所以這次在海裡的聲音 就在海裡面那樣傳播 居然可以大到 幾千公里外都踩得到